然后接下来的话 Output Calendar List的话 他就是做 我把 他把所有的calendar都抓出 calendarID抓出来 然后 他抓出了所有calendar的feed 然后我再利用这个feed 我要去抓取title 然后把title列表出来 然后再把它印出来 然后最后的话我就只要执行两行 真正执行的话 其实就只有两行程式 我去 我先去呼叫get used up http client 然后得到了这个 他回传一个client 然后我利用这个client的话 我就再把它丢进Output Calendar List的话 那我就会得到那个ID 然后这ID的话 他就是 就是其实就是 他是指到底是哪一个 你有这么多cand 然后你是指哪一个cand 然后最后再列出 我到底要把哪一个calendar 把它签在我的页面里面 那我就利用这个ID 然后来抓取 反正说我预设是 我要抓出第四个calendar 那我就利用ID 这个array 然后我去抓出 它的格式很固定 然后我去抓出 第四个ID 所带值的calendar 然后再把它签进来 然后就是大概总结一下上面的功能 其实前面的功能都很简单 就是我只有讲到就是我把 我怎么样把资料抓出来 或是怎么样动作 然后但是其实真正撰写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做后端的处理 比方说你如果把资料 像查询好你把资料 一般你给使用者的时候 其实你分不可能就是只给使用者 查询时间 然后就列出来就没事了 你一定会把这些资料 再做后续的处理 那就是怎样后续的处理 就会关系到就是你要撰写的程式的主题 还有目的 那在撰写坑的时候 最常用到的栏位 像是事项的话一定就是event 然后title taste 然后时间的话它是一个array 那它的第一层的话就是呼叫混 然后混下去的话 它有分start time 或是end time 然后地点的话也是一个array 然后还有详情就是内容的话 那我就可以呼叫是event 然后contact 然后还有test 那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循环事件 循环事件的话它就是指 我如果在设定cand的事件的时候 我可以设定 假设我要设定 我要设定课表好了 那我可以设定礼拜五的 第三节到第四节是某一堂课 可是我不可能为了设定课表 所以我就把整个学习里面 每个礼拜我都去新增一次事件 那我就可以利用循环事件 让它每周都会 就是设定每周这个事件都会发生一次 那我这个设定过程的话 其实产生出来的事件就是一个循环事件 那循环事件的话 又跟前面单一的一个设定不一样 那所出现的格式也会不一样 那就是有讲 candle它其实不管什么都是一个 它都会拥有它的ID 独特ID 事件也有自己的ID 然后candle也会有自己的ID 然后user也有自己的ID等等 那如果要抓取 事件的ID的时候 你就必须在query里面设定 你利用sake event 然后输入的事件ID之后 然后来抓取 那这个eventID的话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它就会抓取整个candle里面所有的事件 那这是它对应的变数 那你抓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整串的网址 那只有最后的某一个部分的话 它才是整个事件的ID 那红色部分的话 就是前面有讲的 绿色部分的话是set projection 就是我刚刚说 它可以设定for或是basic 那如果设定 其实这边的for的话 它其实 所以我刚刚就 最前面有讲到就是 有很多设定 其实你在google它的feed 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边的话 set projection 它就会在这边 绿色这一块部分 它就会 你等于就会在设定这个部分 那google它会自动 就会帮你处理这一块 然后还有public的话 就是set visibility这一块 那你可以设定 私有或是public这样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参考的资料 然后第一个的话 当然就是google doc 然后google doc 它现在已经把它再做一个另外的排版 那就要选择google api之后 然后再去选择google can的这个服务 然后再选择php这个技术 然后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相关资料 那它会建议你去看哪一些reference 然后还有 还有帮说一些简单的帮说像刚刚介绍到ostab 或是client login这些技术 它都会有做很简单的程式码的一个范例介绍 那在接下来的四个五个的网址的话 是在过去就是比较有用php 来撰写code的一个blog 那这里面都会介绍到还蛮详尽的 新增删除查询跟修改的code 但是大部分的里面它所讲的code 很多都有很多bug 就是所以其实还是要再来看 比方说像简讯功能的话 这部分的目前看到这五个网站所提供的code 它其实都是有很严重bug 所以没有办法去做设定 然后最后还有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它会介绍比较想尽就是google can的特性 还有功能 然后你可以就是利用 还有它的格式等等 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user 应该要知道的概念 那就是今天大概就是很清楚的接到到这边 那各位有问题吗 有没有什么common跟问题 好几次没有让大家有时间 发表这个意见跟心得 今天是可以有些时间 再来啊 多少人有写过google can的 在这里 多少人有在用google can的 多少人有在用google can的 多少人有在用刑事例呢 完蛋了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先切掉吧 先这样 路部的先把它切掉 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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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